不准擔任大陸的黨政軍職 原來就有這個規點 現在擴大 擴大包括什麼 我一些都沒有聽過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還有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老共在海外 就像我們有很多教中文的機構 他們教中文等等 老共也很有意思 以前那種 批鬥孔子 批孔陽晴對不對 覺得孔子簡直是 保守 頑固 腐敗的代表 現在又要辦孔子學院 那也不行 你去任職 假如說你到孔子學院 教中文 也不行 這都是共產黨的組織 說增加了上百組織 很多時候台灣人可能也搞不懂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名字你根本聽不出來 這什麼嘛 所以海基會就說 我們會多說明以免民眾處罰 民眾很可能就處罰了 以為這是什麼榮譽職 也沒有什麼 搞不好有些無幾職 擔任什麼幹部 顧問 不行 另外美國布林肯聲明說鼓勵WHO恢復邀請台灣 所以台灣應該要參加WHO 我看江啟誠要帶個團去 什麼四島團 然後邱准部長 衛福部長 也要帶個團去 大家都要場外角力 我們到底恢復得了 觀察員是不是恢復不了 美國講得很好 那就美國幫我們恢復 美國講了半天 吳釗燮就說今年還是有困難 每年都有困難 什麼時候沒有困難 明年就沒有困難了嗎 再強調一次 大家只看到美國 美國常常聯合日本 南韓 法國 英國 德國 澳洲 加拿大 反對老共 反對老共聲音很大 你不要忘掉 聯合國有193個會員國 193個美國能夠影響多少 美國能影響幾個 表決他也贏不了 他怎麼幫著你進去 所以只是口水多過茶 讓你覺得不錯不錯 美國這次講話比較大聲 然後我們比較多友邦 這是發言支持我們 甚至不是我們的友邦 我們日本 德國 英國 也幫我們講話 很好很好 還是進不去 當然你也可以說 進不去有什麼了不起 那另外一回事情 你又想進去 你又不是說不想進 5月底就要登場了 美國還發表一個挺台灣的聲明 Taiwan as an observer at the 77 World Health Assembly 77屆的WHA大會 台灣應該這樣觀察員 我們當然都希望能夠加入 因為世界衛生大會 這本來就是每年一次 但是我還是抱著 比較負面的悲觀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主政之下 就是兩岸沒有辦法往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疫情期間 都沒有辦法去參加了 現在有辦法嗎 也一樣 趙先生剛剛講得很好 其實我們過去到現在 都一直認為 如果說各個國家願意支持台灣 支持中華民國的話 不要口惠而已 真的實際給我們一點真實的幫助 上一段節目有提到是說 美國這邊也不希望說 亞洲兩岸地區 有人當troublemaker 意思是什麼 就是不希望有make trouble 不希望有trouble發生 到底是520前後 還是11月之前 什麼意思 美國總統大選11月5號 也因此11月5號之前 以美國 我們現在是設身處地講 以美國現在執政黨的想法 他如果說現任的拜登總統 跟現在的川普總統 看起來川普的民調 目前是高一點 如果說拜登很想要 再繼續連任的話 他在選前能夠做到什麼事情 有助於他連任成功 我自己推估 國際社會上如果有辦法 選前烏二戰爭能夠停戰 或是以巴戰爭能夠停戰 還是兩岸關係能夠和緩 我想這可能會以決定 因為現在博仲之間的一個民調 對於這樣來講 就是現在即便是美國人 剛剛也有這個民調講 美中的競爭 其實已經是不可逆了 而也不會改變說 現在美國人民抗中的一個趨勢 但是鬥而不破 這是現在的一個原則跟策略 拉回來 對於我們中華民國來說 兩岸能不能在這中間當中 有橄欖枝的一個護地 其實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在上禮拜 民進黨在出發之前 就持續的抹紅說 藍尾有要帶團過去前往 那即便回來了真的有一點點的 一個成果的時候 在這個禮拜 我們在內政委員會討論 所謂的兩岸的觀光發展的開放 我們還看到很多的民進黨的委員 我就不講是誰了 比較年輕的民進黨委員 到了內政委員會去質詢那個官員 手裡拿著就是一個 感覺是他們中央廚房的稿子 然後就一直逼著那個陸委會 逼著那個相關的官員就講說 你看那個藍尾去那邊 是不是他們就是有什麼賣台的意圖 你看藍尾去那邊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做出承諾 是不是違反我們兩岸關係條例 那個陸委會的副主委 一個臉紅的 到最後就不好意思講 要附和也不是 不附和也不是 所以說乾脆我詢問他的時候 他就一模微笑來代表一切 那代表什麼 就是民進黨還是在做 兩手手法 兩手策略 如果說真的要講賣台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在選舉期間 還想要跟習近平吃瞎人飯 這有沒有賣台 所以不要什麼事情 都在兩岸關係之間 玩兩手策略 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民進黨普遍認為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 到目前為止還有這樣的策略 我自己推估 就到目前為止 民進黨都還是想要討好的 是那四成的選民 而並不是想要開放的是 全體的國民 所以說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看到全體的國民 而還是綁在這政治意識形態 以為說之後的選舉 都還是只要撒喀都 只要三黨競爭 那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這邊的持續沒有辦法整合的話 民進黨就可以 依照四成的民眾 就有辦法獲利的話 那當然兩岸關係 當然我們的這個 正常的國際關係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換位子換腦袋 現在考驗520即將到來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的就職演說 能不能真的大開大立 大破大合 有橄欖枝 並且能夠帶領中華民國 走向正確出來的關係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這個外交權其實本來就是一致 非常遺憾就是說 我們台灣在這個黨派性的情況下 就是國民黨部分的委員 甚至之前要去之前 看起來好像黨主席也不一定知道 我記得當時是不是 江啟成委員還是誰 也都說完全不了解 顯然連一個政黨 我們都不確定 傅昆琦作為總召帶團去 是不是能夠代表國民黨 更何況就是能不能代表全國人民 我想就是為什麼在立院會有這個質疑 因為這其實是給對岸 中共一個分化的地方 因為需要以這個組合屋來立 花蓮現在需要的是組合屋嗎 那就我們看到的募款 其實也沒有這樣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疑慮是說 這個過程看起來並不公開透明 然後是誰授權的 我想我們的過去的 就是現在的那個蔡英文總統 跟未來的準總統賴清德 對兩岸的就是所有的涉及的和談 都有就是說所有的談話 都有談到說 他願意有一個對等尊嚴 沒有前提的一個對話 那是友善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阻力 是在對方不是在這 那回來講 剛剛講到就是蕭美情參與 就是美國的這個相關的論壇的時候 其實談到的都只是 我們台灣在防禦的這個情況下 是不是能夠跟美國合作 增強更有韌性的一個防禦力 那我想其實我們坐在這邊就是 希望能夠有和平 不要有戰爭 應該是大家的共識 只是在方法上有不同的做法 那包含我在內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這個和平希望是 不是投降能夠確保我們的主權 跟民主的和平的話 那任何的談判 背後一定要有堅實的防禦力 那現在很多在防禦力 這個部分的時候 大家談到的一個方式說 你不是等到對方來進攻 你在防禦 而是要有嚇阻力 那怎麼樣的一個 國防軍事的合作是有嚇阻力 蕭美情是在這個前提下 那當美國的國防部 發布他們的國防工業戰略的時候 裡面有強調說 跟盟友的一個合作的重要性 包含供應安全安排的協議 那蕭美情在這個前提下談到說 其實台灣在晶片工具機 生產材料方面都有很強的實力 結合美國在AI各方面 其實是可以在地生產 讓我們有更有韌性的一個防禦力 譬如說無人機等等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說 事實上在現在 如果就是對岸 中國跟俄羅斯合作的情況下 那其實情勢事實上是 需要更多的合作 蕭美情是在這個前提下 為台灣能夠就是說建立一個 更有韌性的一個防禦力 而且是能夠嚇阻對方的 我覺得是在這個情況下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其實台灣一直都很辛苦 在美中的這樣地緣政治架構之下 剛剛大家都提到了 我們既要跟美國喊話 不要永遠誘惑台灣 但又不敢做出承諾 中國對我們的文攻武嚇 大家也能夠理解是必然 可是這時候就知道說 民主自由的可貴 這邊有執政黨 這邊有在野黨 油門跟煞車之間 本來就在美中這邊做平衡 可是要呼籲執政黨 不要玩過頭 比如說這一次 既然看到了在野黨 真的去 你把它抹紅抹不成 你開始 我認為 他這次很策略性的 開始提了一個 剛剛邵方哥都說到 台灣人根本搞不清楚 我可能去中國加入哪個社團 就可能觸犯了你 未來哪一條底線 這個是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要不要定這些新的規矩之前 先回過頭來看看台灣人民 真正需要你好好訂出來的 規範定義是什麼 我們真的是嗷嗷待哺 等好久的兩岸的觀光旅遊 趕快開通吧 現在的花蓮 你每天開直播 很開心心的跟你年輕的發言人 開個直播賣個產品 你認為可以振興花蓮 那個叫做見樹不見林 真正的問題是台灣 極需要好好的觀光旅遊業的進駐 而這個部分 對不起 全世界有14億人的最大的觀光出口國 就是對岸的中國大陸 請問你做了什麼 第二個 邵哥我上個禮拜在台北市議會質詢 台灣人現在一年被詐騙700億 700億 而我們的台北市警察局長 直接跟我說 沒錯 海濟海協會 我們過去09年就簽了相關的打炸協議 刑事警察局去年還發了新聞稿 跟兩岸學術單位做對接交流 但抱歉 就連我們的包裹詐騙 就連我們每天說到的簡訊詐騙 IP追蹤 連台北市跟上海雙城論壇 我們每年舉辦 到今天都還沒有辦法 扎扎實實的協助民眾 取得IP做本追遠的 把詐騙問題解決 這才是兩岸應該要共同解決 這也是台灣人民在野的事情 不是你執政黨為了要呼嚨 呼嚨在野黨 然後想要把這邊貼抹紅的標籤 隨便定義一個新規矩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決定 請教訂閱 隨便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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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請教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